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人物 陕西千亿矿权案 当事人赵法奇今天在推特上贴出了 主审法官王林钦举报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的举报信全文 这封写于2018年5月15日的举报信中称 周强只是院庭领导销毁他们干预案件的痕迹 公然盗走正在审理中的案件卷宗 并伪造了全套案卷 炮制出中国司法版水门事件 举报信还指出涉案人杜万华专委 与周强院长是大学研究生同学 且多年来一直交往甚密 另一涉案人成庭长 无论担任明庭副庭长还是庭长 都是在周院长的斡旋和直接安排下才实现的 且周院长母亲还是成庭长的老师 赵发奇说 最高法院王明清法官的命运牵动着我们的心 因为无论社会多么不堪 只要教育优秀公平 底层就会有上升希望 只要医疗布黑暗堕落 生命就会得到起码的尊重 只要法律秉持正义 社会不良现象就能被压缩到最小 如果三大底线全部洞穿就是人间炼狱 今晚请你喝牛尾汤 对 咱们不是查的录像吗 查录像了吗 对啊 我在那里给陈娘汇报 让陈娘去查 陈娘就查了 说我拿着院回到晚宫室 这些录像都显示出来了 对 我看了 说第二天呢 我没了 对啊 说第二天 录像坏了 陈娘告诉我录像坏了 真是真是掉不出来了 掉不出来了 就说开不开 我们就想看 是怎么回事 你也去了 我没去 我是回来 是那谁给陆回来的 王汇军 然后军给陆回来 王汇军 王汇军很随悟的 他去看了 然后就好多东西 他都用他的手机 就拍了好多段 然后他就说到那边 陕西千亿矿权争夺案 2011年上诉到最高法院 王林青是承办法官 王林青的举报信 主要内容如下 这个案子一度被媒体和学术界 称为中央依法治国保护产权的典型案例 可谁又知道 这只是一个被人为操纵 炮制出来的噱头 在审理过程中 其背后权力与权力的博弈 惊心动魄 黑幕重重 可勘载入中国法治实测 在审理过程中 不论是程序适用 还是实体处理 自始至终 都由周强院长通过杜万华专委 直接操纵 并采取先给定结论 再让何一廷找理由的方式 干预案件审理 比如说2016年5月 周强院长罔顾民事诉讼法关于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的明确规定 通过杜万华专委强令何一廷将案件第二次发回重审 程序错误是司法审判的致命伤 虽然何一廷成员都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 但无果 就在我硬着头皮写发回裁定书的时候 多万华又突然指令暂缓发回 要求案件改判解除合同 并明确表示这是周院长的意思 被我当即拒绝 2016年11月底 在我正准备撰写该案的判决书时 二审正副卷宗在我所在的东郊名项最高法院本部办公室离奇失踪 丢失案件属于最高法重大事故 也会直接影响我的一生 我强烈要求领导将此事彻查到底 事发第一时间就曾报杜万华专委和周强院长 后来王林青被告知 他办公室门口的监控设备坏了 之后便不了了之 至今没有进行任何追查和追责 王林青说 我心里明白这一定是坚守自盗 且与周院长有直接关系 因为二审案卷中不但记载着他们多次干预此案的记录 还附有与他们意见相悖的合议笔录 以及荒诞无极的三种处理方案 他们正是在销毁记录 为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另起炉灶 在千亿矿权争夺案的拉锯战中 陕西省政府应最高院的要求致函最高院施压 称如果最高院维持一审判决将造成陕西省国有资产流失 社会不稳定 2009年11月最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 将本案发回陕西高院重审 2010年陕西省政府以省政府文件的形式 直接认定合同无效 据此2011年3月陕西高院在重审中改变了原一审判决 认定双方签订的合同 违反了省政府2003年第21次会议接要精神 合作勘察 合同无效 凯西莱公司不服 上诉到最高院 随着国内权威媒体的跟进报道 此案在法院系统一时成了烫手的山芋 2016年3月 此案进入实质性审理阶段 王林清和何亦亭其他成员形成一致意见 凯西莱公司应当取得争议煤矿的碳矿权 杜万华专委指出案件非常复杂 即便何亦亭意见一致 也要提交到院审判委员会讨论 过了几天杜专委又找到我说 周强院长对该案非常重视 要求将此案再次发回陕西高院重审 且要在周强院长从英国访问回来之前完成 这样也可以避免把矛盾上交给最高法 虽然王林清和何亦亭其他成员都表达了不同看法 但因为这是领导指示 也只好服从 就在王林清准备撰写发回重审的法律文书之时 又被告知先暂停处理 之后杜万华又要求本案判决解除合同 并说这是周强院长的意思 作为解除合同的补偿 判赔凯奇莱公司几千万元 对此王林清表示不同意见 他回复说首先从法律上本案不应解除合同 退一步讲即便解除了 西刊月也会按照陕西省政府的要求 把价值千亿的矿权转给同样是私营企业的香港一业公司 这家公司之前承诺在陕西建的煤转化项目子虚乌有 并且还把这个项目倒卖了几次 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也是受害者之一 杜万华沉思良久没有说话 2016年11月杜专委又先后三次专门要求 何一亭成员及亭领导一起去他的办公室当面汇报 案件的审理进展情况 每次汇报都特别强调 不能做记录 不能录音 只能靠耳朵听 并严格注意保密 包括我老杜在内 谁泄露了秘密就追谁的责 案件失踪后 最高法有关人士用监控坏了等诸多自欺欺人的方式淡化处理后 王林青个人断定 案件丢失一定是内部人员坚守自盗的结果 王林青在举报信中说 民一庭全庭的人都感到非常震惊 认为这是公然对最高司法机关的藐视和挑战 可是在第一时间知道此事的杜万华专委和周强院长 却至今不查不问 还只是人做了一套假案卷 这是对司法尊严的公然羞辱 王林青说 盗窃行为铤而走险不计后果 在最高院封闭的环境内 盗窃行为后果严重 且必将败露 敢于铤而走险者应当是能够把控结果的人 而且作案团体上下之间的关系一定非常密切 杜专委与周强院长是大学研究生同学 且多年来一直交往甚密 成庭长无论担任民庭副庭长还是庭长 都是在周院长的斡旋和直接安排下才实现的 且周院长母亲还是成庭长的老师 如果卷宗被盗与周院长无关 他一定会将此事彻查到底 绝对不会这样不了了之 院领导中只有周强院长对本案多次提出毫无底线 违反法律规定的处理意见 杜专委则事无巨细的向周院长汇报 何一婷成员都很清楚 在承办法官对案件终身负责这一司法责任制紧箍咒下 作为承办人 我对院领导明显违法的处理意见 依法进行了记录 并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 只不过我做梦也没想到 他们如此胆大包天 手段如此阴险很多 直接釜底抽薪的把案件给偷走了 在王林青向有关领导汇报诸多疑点后 被劝说是 你读书读的太多了 都不懂人情世故了 还是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吧 不要太书生义气 之后不久 最高院纪检组对王林青进行打击报复 出动数十名法警违法抓捕 2013年在最高法院下属的人民法院出版社领导 明确同意下 以出版社名义举办培训班 邀请王林青为部分地方法院授课 并许诺支付他相应的高额酬劳 王林青为其中两期培训班提出了授课内容的具体建议 自己也进行了全天授课 获得报酬11万元 2014年6月 最高院纪检组既以王林青参与举办培训班 并授课构成非法经营为由 每天对他展开密集调查询问 举报信称 纪检组组长张建南和副组长何立 在未经纪检会议讨论的情况下 以最高法院纪检组的名义 给时任江苏高院党组书记院长许前飞打电话 告知许前飞 我犯下了极其严重罪行 要求江苏高院对我采取最严格最紧密的抓捕行动 并要求派出大量司法警察协助 防止我逃跑 江苏高院不敢有丝毫怠慢 许前飞在南京亲自指挥 令肃签中院院长汤晓夫率领至少几十名法警 将我从宾馆抓不到沐阳县法院院内予以控制 我院检检人员对我连续审讯了一个晚上 未有所获 第二天 我院检检又派江苏法院法警将我押回北京 关押在人民法院招待所 继续逼迫我招待莫须有的问题 并采取不让睡觉恐吓 威胁的刑讯逼供方式 连续长达一年多的调查举证 最终未能查出王林青有任何违反犯罪和违反党纪的问题存在 举报信最后称 目前杜万华等知道自己闯下大祸 开始忙着修补案卷 并却还多次恐吓我 言语间透露出对我的行踪了入执掌 我担心他们栽赃陷害 顾忌重演违法抓捕我 甚至有朝一日干出杀人灭口之事 也未必不可能 以上是慕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观看